好,接下來我們邀請黃副市長為我們來致辭,歡迎黃山財副市長 市長,財副市長,還有兩位大使,以及在座的所有貴賓,那很重要就是小紅帽的創辦人,各位媒體朋友,還有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很高興也很興奮的來跟大家介紹,今天我們要公佈的這個試班計畫,剛剛市長已經說了,我們其實在明年度的預算也編列了將近沒有1億,大概6000多萬 要去議會爭取議員的支持,希望能夠在國中全面性的來提供生理用品 那今天要公佈的是,我們在現在下個學期就過幾天9月1號開始開學的國中的示範計畫 這個案子的緣由其實就是我們看到了,其實在立法院其實已經一讀通過了,有關生理用品免稅的法案 但是一直沒有進到二讀,那台灣如果要成為亞洲第一個在生理用品上,性別平權上,有辦法往前走的城市或國家 我們必須要進一步的努力,所以我們也希望期待台北市是亞洲第一個成立提供 所謂的身體用品免費的一個城市 我也希望能夠創造台北市一個性別平等跟性別平權的城市 那今天這個示範計畫比較簡單的是 好,我們要謝謝金百利公司 他在下學期就是明年的今年的9月1號開始到明年的1月 在這個學期,我們會在五個學校來示範 這五個學校是我們一個一個跟校長去討論,然後讓他們能夠在學校來做處理 所以大概包括老師,包括學生大概是1522位 那是有金百利公司會在示範的女校裡面,女廁裡面來放一個所謂的she can的月經盒 那我們市政府會跟他跟這個靠得住的品牌公益合作 提供一個學期,這五個學校裡面無限量的提供他日用型,一般型跟亮多型 生理用品,很多的項目會在他們的學校裡面直接放在廁所裡面 那最重要的其實不是生理用品 其實最重要的是除了生理用品之外的性別教育 我們希望他們現在也在很多的學校來推展 所謂的she can,青春期生理教育跟教室演習院 其實我們這個目標不是單純的提供一個生理用品而已 因為我也是女性,我們從小到大都受到生理期很大的困擾 我們工作生活甚至還會有一些不舒服跟疼痛 這些都沒有辦法跟男生說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希望在學校裡面尤其是國中生 讓他知道他的同學今天不太舒服是因為他有生理期 然後因為他有生理期的狀況 所以他有一些狀況是需要性別之間來互相體諒,互相包容的 所以重點是在於說 老師們也要知道這樣的方式 怎麼樣去讓孩子知道 原來我們其實發生的這個狀況 要讓孩子知道互相尊重,互相包容 所以他們會提供一些教案跟教局 還有一些體驗包 讓老師在學習 所以重點在於 學校的性別教育 學校的平權教育 這個比生理用品來得更重要 那也會做一些問卷 來蒐集校方跟學生的回饋 日後來做參考 也就是我們希望在學校讓孩子知道 男孩女孩都知道 這件事情不應該是害羞的 不應該是不好意思 像我們小時候要去跟同學借一個衛生棉 還要包起來,藏起來 然後很小心翼翼的拿給他 我們希望衛生棉以後 會變成跟衛生紙一樣 他就跟空氣跟水一樣自然 當我拿出來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害羞 我不會覺得我有什麼問題 最重要是我不會覺得 我有什麼污名化的問題 你是不潔的,不乾淨的 應該在台灣的社會 這一點應該走出去了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實成的規劃 八月份他們已經做了很多施培的計畫 九月份就會開始宣導 九月份到明年一月會在學校做月經教育 然後明年就會彙整學校的回饋 所以總共是五所學校 信義區信義國中 中正區古廳國中 大同區的重慶國中 文山區的木柵國中 士林區的士林國中 所以整個數量大概是1522人 謝謝金百的公司 我們在提出這個方案之後 他們第一個時間就出來支持 因為我們今年 市長報告我們今年是沒有預算 所以今天是請廠商來贊助 但是明年的部分預算已經變進去 我們要去議會爭取議員的支持 那今天這個記者會其實是開始 我們希望在台灣 我們提供台北市成為第一個 在校園裡面做性別平權跟性別平等的這個教育 第二個就是剛剛市長說的 其他還有月經貧窮的問題 每一個人都要比男孩子多花一筆錢 而這一筆錢是上天給我的 那這個中間的GAP應該是政府來COVER 我們政府可以把這段的差距平衡下來 其他努力就靠大家各自努力 但是我們可以在由政府的力量來改變性別不平等的第一關 這個第一關是所有的年輕的小女生 我相信在他們人生中如果有平等的概念 她會覺得非常的高興 我自己是女性也是媽媽 我也希望所有的女性都能夠感受到台北市政府對性別的努力 謝謝 謝謝 謝謝我黃山菜副學長謝謝